我们如果是买到一支味淋 是500毫升这样才算 那这个生抽,又是要500毫升 再加冰糖 冰糖就很说架加户户不同的味蕾 我通常是预备200毫克 我就先下了一半先 不要再下定了 试了味 luck,觉得奢丶咸旧甜 適合我们家人的口味 我才停止 那就一定要试味 这个绝对是各人的口味不同 煮了这个味淋汁之后 我们就可以煎牛扒 我们就要有少少油 再加牛油 下去煎 淋下锅之前 我才加少少胡椒粉 和盐 然后把它放进去煎 现在我是用中上火来煎 曾经有个大厨 就告诉我 你食指和拇指 大拇指 轻轻碰到的时候 按下面这个部位 按下去的话 这个就是三成熟 中指按的时候 就是五成熟 这个是七成熟 已经熟了 在尾指和大拇指 接连的时候 就变成熟透了 通常煎完牛扒之后 我们要让它休息幾分钟 才好吃 因为如果它慢慢 在热熟之后 就要让它的血水 是静止了 吸收之后 才可以吃这个牛扒 冰箱 热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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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